粉丝闹是不少见,但是粉丝后援会最近粉丝还是第一次听听说,10月30日,有网友爆料某演员粉丝,因为买了黄牛票,进入偶像生日会现场被后援会发现,后被关进小黑屋长达40分钟,期间还遭到了言语威胁。 事件一出立即引来了网友们的热议,网友们纷纷议论,到底是哪个明星后援会名头这么大,还敢做出知见这样的不当的行为,后有网友爆料,这出事件的始作俑者,是演员纪小斌的后援会,一下子舆论攻陷了纪小斌后援会,甚至还有粉丝扒出了后援会做假账的事情,对此,纪小斌工作室在第一时间出了声明, 这,一定会积极查明真相,生日会本来是为了回馈粉丝们的,不想因为这样的事件,而抹黑纪小斌以及纪小斌的粉丝,这样暴力的事件实在少见,而这起事件的相关艺人纪小斌,相信大家也不是很熟悉,纪小斌是一名演员,2010年参演电视剧团员正式出道,出道多年却一直不火,如果不是这次后援会追见事件, 纪小斌这个名字,可能更加没人知道了,只是作为一名演员,却因为后援会的蛮横行为而被人了解,想必纪小斌内心也是痛苦的,纪小斌虽然不火,但是2014年,也出演过《风神英雄》把博弈考一脚,也算是在中央电视台出道了, 而且除去后援会不讲,纪小斌粉丝对他的评价还是不错的,不仅演技好,而且还有出自己的专辑,总而言之,希望纪小斌工作室可以尽快查明真相,追星了理智,万万不可做出有损自己偶像的行为。 赞 十足 达赞 赞 赞 赞